大家好,我是周丽 今天准备了四条柬埔寨经济和投资相关的国际新闻 今天由美日韩包括东地问都与柬埔寨展开了各种经济发展方面的投资和合作 下面继续详细内容 为缓解全球粮食危机 美国加大对柬埔寨的援助力度 柬埔寨经编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J. Blinken 8月4日周四表示 美国将在五年内向柬埔寨的项目 提供2500万美元的农业发展援助 以帮助缓解粮食不安全问题 这一问题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而变得更加紧迫 新援助是美国在柬埔寨实施了12年的粮食安全项目的一部分 将资助一项名为收获3的倡议 其中美国国际开发署将与柬埔寨农民和食品行业的其他人合作 将产品送到更多的市场 Blinken先生说 重点将包括穀物和鱼类 需求很紧迫 他补充说 太多的柬埔寨人仍然生活在粮食不安全之中 太多的柬埔寨儿童营养不良 韩国基金通过与参议院的谅解备忘录 向柬埔寨提供1000万美元的援助 柬埔寨参议院与韩国签署了一项为期四年 价值1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协议 以提高柬埔寨人民的生活水平 参议院第十届委员会与韩国全球救生基金 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 帽以提供援助 签字仪式于8月4日在参议院图书馆研讨会上举行 参议院第二副议长TPGUN出席了会议 韩国全球救生基金负责人金正南表示 韩国全球救生基金与参议院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将在四个年 全球救生基金将提供福利 以改善柬埔寨人的生活 他补充说 在2021年11月收到参议院的正式信函后 全球救生基金已于2022年4月组织了第一批援助物资运往柬埔寨 参议院第十届委员会负责人Mam Binian表示 参议院已准备好与全球拯救生命基金合作 以负责任 透明和有效的方式将其人道主义援助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国家机构和人民 他补充说 根据谅解备忘录 全球拯救生命基金将在2022年8月至2025年12月期间 以医疗设备和其他日常必需品的形式 向柬埔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将根据城市和农村地区人民的需求量身定制 他说 谅解备忘录到期后 全球拯救生命基金可能会续签 以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 以改善柬埔寨人民的生活质量 日本贷款柬埔寨超过3亿美元 用于扩建西哈努克、深海党 柬埔寨和日本于8月6日签署了一项总额为413.88亿日元 超过3亿美元的贷款协议 用于实施西哈努克港新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 I 洪森首相主持 外交部长巴索坤与日本外长林毅正在和平宫签署换文 及延长贷款相关文件 然而 据外务省称 该项目的实际贷款协议是由经济和财政部国务秘书 Ham Vandy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柬埔寨办事处首席代表Kame Haruko签署的 外交部说 这笔贷款将大大有助于西哈努克自治港的扩建和现代化 并将港口转变为柬埔寨和该地区的主要深海港口 符合两国总理在今年早些时候做出的承诺 外交部说 柬埔寨 东地问承诺促进贸易 旅游合作 柬埔寨发言人说 柬埔寨和东地问周六承诺促进双边贸易和旅游合作 以实现互惠互利 外交部表示 柬埔寨副首相间外交部长巴索坤与东地问外长阿达吉扎 阿尔贝蒂娜 泽威尔 雷斯 马尼奥在今边举行的第55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相关会议期间会晤时做出了这一承诺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双方都强调有必要通过定期磋商和早日达成一项待定的贸易和旅游合作谅解备忘录来深化双边关系 马格诺祝贺柬埔寨成功举办上述会议 并感谢柬埔寨支持东地问申请加入东盟 两位部长还讨论了东地问总统何赛 拉莫斯·奥尔塔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的合适日期和准备工作 并同意组织一些活动来庆祝今年两国建交20周年 这次新闻到此为止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新闻 请您点赞 关注和设置小铃铛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继续关注柬埔寨